美国南方的港口城市纽奥梁 19号则是选出了将近300年历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市长 当选人肯崔原本是市议员 在飓风卡催纳侵袭之后 协助邻近社区灾后重建 当地媒体报道 现年45岁的肯崔 获得60%选票的强力支持 击败了另外一位女性候选人 曾任法官的夏邦奈特 肯崔承诺诚信领导 无论选民投票给谁 他愿意为每一个人发声 这座城市以辛辣美食和爵士乐吸引观光客 现任市长兰德鲁也向市长当选人肯崔道贺 肯崔成为经过严酷选举 而领导美国大城市的女性市长之一 根据罗格斯大学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统计 2016年全美超过3万人以上的社区里 女性市长占了19% 有